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星期说了金刚刚在江恩商的两个交界里有很高的可能性是一个横行 整个横行由5月23日横行到6月9日 过一六月9日后曾经有一天可以说是出了方向 发上又发落 不过它的顶部又在区间之内 它的底部就穿了下去 不过第二天就确认了 它真的再跌下去了 连跌两天了 一来说跌了三天 已经不是两天了 今天出现了一点点反弹 如果你问我黄金的未来走势是怎样 其实从4月22日 即这一天开始 黄金已经进入了趋势图法则的第四阶段持续下跌 直到现在来说都是第四阶段 曾经这两天 是升穿过终极回调 终极反弹 做到的 不过问题 不够力 所以从吹细极法则里面看 仍然是阴阴落的 我相信应该是阴阴落的 继续下跌 会下跌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 起码看下一个光音箱的转角 就是在6月29日 这个日子 我们看看周线 看看周线 之前也说过周线会比较用过 之前两个顶做出来的模式 现在来说 戴在哪个位置呢 戴在这个位置 现在来说 今个礼拜这支棍 应该在做这支棍左右 这支棍原先上有条香鸡 有没有 应该没有 应该不穿上去 我觉得应该不够力 会慢慢再阴阴落 那我什么时候呢 这个我下星期再和大家设计一下 就算设计得好 是不是真的这么准呢 因为它中间 我觉得这支棍是缩短了 是压缩了 它有可能 我相信要7月 或者8月 做一个底下才再翻弹 可能8月中 见底下 我相信第三季 会好一点点 长远来说 这支棍 我都觉得 做完底下就会翻上去 不过问这次的底下会有多少呢 这支底下 我又觉得 会不会做到上次的底下 上次的底下是1680元左右 这次做不做到呢 看就看它穿 因为它越穿得深 起码要落到1700元 1700元一定要到 到1700元就算不穿1700元 去不了上次的底下 之后再翻上去也好 它向后的弹力应该还有 但是1700元 就一定要穿的 一定要到一度 不要穿 要到一度 看看 什么时候会到 如果你说 中长线 拿黄金的 就要等一等 不要太心急了 但是短线来说 它有这样的波幅 其实做日期货 黄金来说 要做黄金期货 基本上也 都不赞成你会拿过夜的 因为过夜有存仓费 过周末更贵 所以 黄金期货 应该 有户就吃 不对就打 这是做黄金期货 必经的方法 想知道多些 留意我每周的分析 暂时来说 这周是这么多 有什么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还需要回答大家 多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